断真禁忌 习同一类 若形貌差别 有好仇者不去拯救 这愿得了吗 我们看诸解 在第五篇 生物差别 命运过重重色 西方极乐世界的重色 往生去 容貌行色 习皆端正接近 等同一类 若有差别就好仇之分 则不成福 所以极乐世界 真正平等世界 这是一切祝福 都没想到的 他怎么想到的 他曾经参观靠茶 一起祝福茶徒 取长时短 那么 生意有差别 就不是靠死去 生意心貌好的 且傲慢 心貌差的 心身自卑感 这不是生烦恼吗 完全一样 跟神一样 跟佛一样 是他皆大欢喜 没有差别 所以这一运务 我们要重视他了 到极乐世界 不是前面讲的三十二项 而且是发行神 为什么呢 到极乐世界 没有阿赖也了 转阿赖也为大眼睛智了 转世成智了 什么时候转的 应该是 坐在莲花上 转的 到极乐世界 化开见佛 完全转过来了 阿赖也没有了 他这个莲花 就是转世成智 妙气了 所以 花开见佛 无无神 这是讲 花开见佛里面 见佛 每个人提升 大幅度提升 最高的提升到 无神人的菩萨 无神人是第七弟 七八九弟是无神人 七弟是下平无神人 八弟是中平 九弟是上平 再望上去 十弟 十一弟 妙诀 极灭人 这最高的 这是我们讲禅定功夫 最高的 所以 花开见佛 好的 能够达到其底 那差的 也不会 落在 粗住一下了 粗住就是 明心见心 见心成佛的 有火关 智慧 神通道理 平等 都像阿弥陀佛一样 通通是得阿弥陀佛加持 到那个时候 才知道真正感恩的阿弥陀佛了 不是阿弥陀佛加持 你要修到这个程度 那真的要无良节 说自愿 显示 极乐过人 灯同一项 灯是平等 像我都一样 无有差别了 顾 谈论大思约 你不同顾 高下一心 高下即行 是非一气 是非即起 长轮三有 三有就是六道轮回 是顾 阿弥陀佛考察 一切诸佛插图里面 有这种事情 所以 他心其大悲心 其平等云 极乐世界人相貌 身心 乃至神通道理 通通平等 世界 发其词愿之本因 不希望众生生烦恼 他有这么个办法 这是别人没有这个办法的 他有这个办法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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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